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 咱们继续打勇者斗龙建造者第63期 上一期呢 从K班那接了一个任务 让咱们给他做一个仙人掌的烧烤 咱们再跟他对话 我劝一下任务 好 稍等 他走逼我快 咱一跃到水中 他怎么说 他说怎么样了 Coma 你给我吃的料理还没做好吗 对不起我还没去呢 他说刚才你不是想到了 做这个仙人掌的烧烤吗 是我想到了 你准备这个厨房和素材 然后给我做一个仙人掌烧烤 没问题 好 那么咱们去给他烧一个 不是咱给他烤一个 咱给他做一个 我看 咱们现在应该是有素材 Subboard and sticky 没有问题 咱们给他做一个 需要石碳 需要两个仙人掌 还需要一个石碳 烤这个够废碳呢 咱们多做几个 好像他能够补咱们这个体力 好 三个差不多了 咱们去复命 闻着味过来了 好 咱们来对点话 你把仙人掌烧烤给我做好了 那么赶紧把它给我吧 那好 那我把它给你 好 请尝一尝 他说 我的食欲全出来了 简直是太好吃的料理了 他说这个味道非常的不错 他说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够为救出大姐所锻炼肌肉了 我没先长开来不能锻炼肌肉啊 他说 你问我为什么大姐被妖怪所夺走了呢 他说妖怪啊 想从大姐那听到一些什么东西 想问问大姐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大姐呢什么都不说 妖怪一生气就把它给带走了 原来如此啊 哎呀大姐到妖怪那里面凶多吉少啊 他说妖怪想从大姐那听到什么呢 我是不知道的 看大姐找了什么秘密啊 他说不管怎么说 Coma你啊干的不错 不就给你做个料理吗 他说既然有这个料理 那么我就能够为救出大姐锻炼出更强的肌肉来 给了我五个食炭 那好 那你多吃多练啊 OK接下来 这怎么有战斗标记啊 那稍等啊 我得加固一下咱们小城 然后战斗 我的天啊 这这么会就又要战斗了 这张看来战斗是真挺多 我把小城收拾一下啊 请稍等 这些多余的桩块我把它敲掉 然后呢 我想把咱们所有的这个外围 怎么敲不到它 稍等啊 好 我想把这个外围所有的城墙呢 都把它变成砖墙 咱们先办成这个 升级小镇城墙的任务啊 我先把它都敲掉 咱们任务一点点来 咱们在下次作战之前呢 咱们把这个城墙加固好啊 别人不加固的话 万一大吹兵进来了 不过咱们从砖墙 大吹兵也容易进来啊 大吹兵是一个无法解决问题 不过好像第一张 咱们做过一个叫做这个石墙 好像进不来 不咱们一点点来吧 我先把这个多余的砖块都敲掉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周围 咱们起码这个比这个土墙强 我觉得这个砖墙啊 砖墙 看砖墙得敲两锤 咱们 说敲两锤把下面给敲漏了 稍等啊 我先把下面补上啊 毕竟这个任何墙 我觉得都比这个土块墙要强啊 咱们把它敲掉 嗯 两锤就两锤 这是一锤啊 给你一锤 好 好 接下来我看啊 能不能生产点什么东西啊 咱们来装饰咱们的墙 好 咱们到铁路上看一下啊 好 这出来了 砖墙 石墙 红色的 这是石地 咱们只有15 这个不行 这是红色的地 榻榻米是地 这也不行 这个青石地呢 赞有62个 那咱们试掌这个吧 咱们把这个地变成青色啊 就是说 哦99个 OK 然后我看看啊 还有这个砖墙 我看这个 这有87个 咱们再来这个 这样的话呢 咱们应该就能做到 咱们围墙是砖的 然后咱们地呢 是青色的 咱们试一下啊 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咱们先来这个砖墙 我把这墙先变一下 哦 非常不错啊 哇 太棒了 那咱们全砖墙了 OK OK 这样的话明显 咱们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很多啊 就像这个魔法一样啊 走 啊 这还是单独 有老哥一个在这儿 那试一下啊 啊 这门不行啊 隔着门变不了啊 那咱们来一下啊 好 那么咱们都把它变成转型 好像我只要站到 三块的中间 它一下能变五块是吧 啊 那我明白了 有这个机避算就好办了啊 咱们站到三块的中间 这个位置 第三块 我把这个土块先收掉 哇 这砖墙看着非常的气派 舒服啊 不过有兆一日 咱们都把它变成石墙啊 现在咱还没有素材 啊 这要占偏了啊 不好意思 咱们再来啊 这个地方咱也把它变成砖墙 哇 连上面都能变 这太棒了啊 OK 这咱也把它变成砖墙 然后整个 哎 不好意思啊 恩成对话了啊 这不跟他说话了 他意思就是说 让他赶紧收一素材 给他修温泉 我知道了 好 这咱也变成砖墙 哇 它能一变一大片呢 这效率太高了啊 这比我自己一块块搭 还效率高太多了啊 门外还差一块 咱们门外还得把它弄一下啊 然后咱们把砖墙修好之后 剩下就该再修一个 比较结实的门了啊 什么支盾啊 之类的啊 美鲁奇朵支盾之类的啊 咱们先来砖墙 哇 真的 这个公司设计 这个砖墙赛头 肯定真的是太有效率了啊 这一下子一变一大片 真的省得太大的事了啊 省老鼻的事了 可以说是啊 好 省老鼻的事 这是不是北京的方言呢 这还有一个毛皮啊 咱把它捡起来 这不是谁掉毛皮在这儿啊 可能是我的这个 配把打妖怪掉的啊 好 咱们再来这个青石地板啊 哇 有一种水中的感觉啊 好 那咱们把这都铺上青石啊 抗销怎么样 我看起来应该还算不错啊 它也是 5525 咱们站在第三块往前铺 应该是没有问题 哎 这黄色的沙子地 它不变啊 原来如此 那不变就不变吧 哦 这个石头地 它也不变 小镇升级 哦 我铺地板还能让小镇升级 这个第一次知道啊 那么太好了 那咱应该早铺啊 就是说啊 好 咱们把这都铺上 哦 青色的石块是不会变的 它只是变土块 哦 那也好 哦 原来这个游戏有这么一个规定啊 这才还真不知道 哇 怎么来这蝎子 我的 它怎么进来的 我的天哪 这不速之客 这太吓人了 还是说我有奸细 把它放进来的 不应该不应该啊 这个背怕怎么变成大锤了 它从哪 谁给它做的 我看看啊 哎呀 我 这蝎子 这蝎子它怎么进来的 我这也没有台阶 让它一个剑步上来 没有啊 而且它这么多腿 一个剑步它也上不来啊 哎 奇怪啊 它怎么上来的 难不成我的墙太矮了 我得加到四层高 咱先铺地啊 回头我还得增加一下城墙高 看看这 哎呀 我这蝎子 这一口气吓死我了 在自己小镇里面出现这东西 这 这 太可怕了啊 哇 这封上啊 这还漏两块啊 好 我的天哪 我认为是最安全的地 就要出现最不安全的东西的话 人是非常的害怕的啊 好 咱们接着铺 哎 这个青色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这还漏一条呢 稍等 这也铺上 哦 这样的话 这个小镇看起来 是庄严肃木的感觉啊 OK OK 挺不错的 接下来我就想法再增加一下这个城墙的厚度了 不是厚度 也是这个坚硬度 毕竟咱们现在这个砖墙啊 好像防守力不是很强 起码防不大推兵 啊又错了一个 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干啊 咱们还是一边干一边说话 不是 这不一样吗 嗯 咱们认真干活不说话了 咱们把它快速铺完 哎 怎么还是露一块 这眼睛看哪去了啊 怎么成老眼了 稍等啊 这稍微得认真一下 第三块 走 啊 这没问题啊 第三块 好 好 这会咱就再差一块 咱就把它封死了 OK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的小镇啊 啊 然后这个屋子也是非常的气派啊 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咱把这个浴室的这个墙头这个砖块再打一打啊 这看起来这个高低不平这不舒服啊 咱把这几个砖块都把它敲掉 哇 那个要作战的家伙他居然睡得很香啊 咱们再围两层高 嗯 从这开始 咱们书干就干啊 等我对准啊 来吧 好 我现在没有砖块了啊 咱们再去踩点砖块 然后咱们接着把这个墙给它砌完 四层高应该没有人会进来了吧 你再进来这说不过去了啊 好 咱们在这拆这个砖块 咱这个石山能不能拆我试一试啊 哦 不 大锤坏了 稍等啊 咱再换一把 哎 没有了 稍等啊 还有两把 还有两把 吓我一跳 没有话 咱也做大锤了啊 好 咱们敲掉 咱看这个石头能不能敲 石头敲什么都没有 这有黑的 咱试一下啊 啊 什么都没有 那算了吧 咱们还就拿石块吧 如果有更坚硬的一些岩石更好啊 目前是没有找到啊 咱们还是用这些个土块 哎呀 什么是那种大仓库啊 简直现在收集素材 太不方便了啊 我看那小镇真的是高了啊 哎 上面要不要咱们把它也变成砖墙呢 嗯 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 咱们先看看效果啊 对了 我先吃点东西吧 仙长啊 我仙长这下 一块儿补40呢 哇那太棒了 看来是真的能增加肌肉啊 好 回头咱们再生产点仙长的烧烤 哎呀光说话怎么叼下去了 再来一遍啊 这仙长看来是好吃 不是好吃 是这个能增加肌肉啊 一下补40%呢 好 咱们上墙头 咱们接着砌砖 这次咱们绝不能掉下去啊 这次咱们绝不能掉下去啊 咱们再来啊 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就准备把这个变成砖墙颜色啊 因为这土块颜色 确实不好看啊 啊 稍等 我得从这边铺了 否则我一会儿没法铺最后一块了啊 啊 把它打掉 然后铺完这两块 我躲开 再铺这两块 OK 好 咱们城墙已经加高了 我看细的还能不能进来啊 接下来的话 咱们应该就可以战斗了啊 好 咱们准备战斗 咱们和嘎鲁说话话啊 哦 空马 不好了 大势不好了 啊 怎么了 或者现在根本不是吃仙长的时候 妖怪看到了料理的烟就攻过来了 妖怪看到烟了啊 什么 你问我 为什么妖怪这么早的就攻过来 哎呀 你这个混蛋 你现在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你简直是太吵了 和以前回答是一样 咱们要不要开战 做好战斗准备了吗 做好了 那咱们就来吧 他说哦 那好吧 他说这是什么 他说这个时候突然间肚子疼 我先拜托给你了 空马 哎 他怎么闹肚子了啊 这没厕所呀 那咱们开战 我看妖怪在哪啊 我手里怎么还举着装块呢 活还没干完 就先来打妖怪啊 哎 这边没有啊 我看 难道在这个侧翼 在这儿呢 哎呀 来两只蝎子 哎 他这回上不了我的墙了吧 要么你又进去了 这就好办了 不过 我蝎子能进墙 我一直觉得稍微有点不对啊 我天 又来两只 还追加两只啊 哎 我的gaper 我的gaper出来了 他说是这个 鸡肉的胜利 哈哈 看来这家拼命练鸡肉 好 那么咱们把这两只铁蝎子打败啊 OK 我队长出现 队长 咱也不怕 我先补点血 OK 我从后面进攻这队长啊 哎呀 这个时间就是太短了啊 这局不知道能不能生产那个大功啊 我的天 这下看我酒 OK 应该取得胜利哦 啊 妖怪还算好打啊 我看我得到什么东西啊 三个 商药 OK 这局没有草药 我刚注意到啊 好 咱们现在向嘎隆赴命啊 我看怎么说啊 我说空啊 你把妖怪打倒了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也很厉害的 你到时候闹肚子啊 他说什么 你问我嘎隆为什么不和你一起作战 是啊 我得问问他 你怎么这是闹肚子啊 他说哎呀 我也不是害怕 我是肚子疼 没法作战的 对不对 他还在这给我解释啊 我知道他怎么回事了 他说这事咱先不说了 你们和妖怪作战 肯定是有点累了吧 是累了 他说咱们为了救出咱们的大姐 为了锻炼肌肉 你们呢 要适当的休息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空嘛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 我和Beba两个人睡觉的寝室呢 他要做一件两个人睡觉的啊 他说这个寝室呢 很简单就行 需要一个火 然后需要两个草席 你说为什么这是三个人呢 却要两个人做个寝室呢 他说哎呀 你也不懂 就是那个 算了不说了 你早点给我做寝室吧 这家好非要做个两人寝室啊 怎么样寝室做 好了吗 还没有呢 不是 听好了 我们把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同样泡澡 同样吃饭 同样睡觉 加深友情 赶紧给我做一个 两个草床的寝室过来 这家 非要做一个两个人的 我看啊 这有三张床 那我打一张床不就完了吗 我把这样 把我那草席打掉啊 这个草席咱给它打掉 这不就成两个人的吗 而且还有火 OK 付下命啊 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不行啊 我看啊 怎么样 寝室给我做好了吗 还顺利吗 听好了 我们看到了 友情比什么都重要 是 老闹肚子啊 同样泡澡 同样吃饭 同样睡觉 加深友情 给我做两个草席寝室 看来我还不行 我得给它新开个单家了 就是说是吧 那么好吧 我看看啊 咱们还有没有火 这火是可以做的 然后门 我先看看 咱们收纳箱吧 应该有火 没有火 咱们还得给它颠拔火 看来是没有火 那么咱们再给它做个火 咱们做个火 床呢 咱们有 咱们不用做床了 好 咱们去试一下 我看咱们就在这个地方 再给它开个单家吧 也不单家 以后我也睡着 咱要睡 咱就哥仨一块睡啊 不能两个人耍毒石 你们两个人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啊 晚上干点什么不好的事 走 这个单家没问题啊 我看这是六格砖 好 这是咱给它堵上 好 然后咱开个门啊 咱们就在正中间这开门啊 这给它开掉 OK 正好是正中间啊 这边和墙一算上 正好这是正中间 要两边各三块 然后这摆草席 啊 没有了 对了 我还得再做个门啊 我看看咱的收纳箱里面 还有没有门 对对对 刚才应该一块拿过来就好了啊 没门 看来是没有门 那么咱们再做一个门 一扇门啊 瓦拉诺托比拉 好咱们做一扇 然后我来看下收纳箱啊 刚刚我好像看到一个枣盆是吧 稍等啊 这个地方 巴斯塔布 这个枣盆 咱们把它放到温泉里去试一下啊 既增加点数 而且弄不好还能泡澡 那看干什么用的啊 应该是放到水里吧 这个地方 我看啊 把这枣盆拿出来 巴斯塔布 咱们就把它放在 我看啊 放到 咱们横着放比较好啊 树着放不太好啊 咱们横着放啊 这样 就放在这吧 走 还能进去 试一下啊 泡澡呢 然后我起来 好 然后咱们继续给它修这个单间啊 我的门呢 好 咱们把门先给它摆上 OK 然后再摆上一个篝火 咱们摆在这个角落就算了啊 完成了一间空屋 哦 然后咱们 哦 增加一千多分了 一千一百九 然后再给它打这个草席 好 啊 不过它需要两个草席 我呢 先给它铺两个完成任务 然后把我草席也给它放下 两个人单睡是不行 好 完成了这间草的睡觉屋 草屋 哎 它跑过来了 看来它满意了 戴个小头套跟个小猪一样啊 好 咱们对着话啊 哦 寝室已经完成了 非常感谢你 公马 听好了 为了咱们增加肌肉的劲呢 破坏和再生是重要的 为了训练肌肉 请让肌肉好好的休息 没有力气的身体呢 大姐是不愿意看的 咱们在见大姐之前 你也要好好的练出肌肉 啊 这帮人就是肌肉男啊 他说你是什么 大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问他 你大姐什么样的人啊 他说大姐啊 是非常的严格 同时又是非常非常的和蔼的这么一个人 这不性格分裂吗 他说以前啊 我们呢 并没有协力 都是自己和龙王军呢 进行作战 但是 自从有了大姐之后 他把我们拧成一股绳 一起和龙王军作战 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我们失去大姐 那么我们呢 就完了 所以呢 咱们一定要把大姐救回来 啊 明白了 他说对了 你呢 经常帮我和妖怪作战 我呢给你个谢礼 我把你的床也做出来了 他把我的床也做完了 不过我刚已经摆上三张床了 他说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你从今天开始就带着我的爱睡觉吧 这德行啊 好 给我一张床 好 那么谢谢你哦 那么他既然给我一张床 咱把床也摆在这儿 以后咱这就是个专门睡觉地儿啊 好 这大姐来了 也有床了啊 咱们 咱们跟大姐块睡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土墙也变成砖墙 算了啊 哇 看起来真的是不错啊 哇 变成了砖 他怎么做刀的啊 然后我想再看一下咱们有没有这个木门啊 因为现在这个草门的话防御力太低 我看啊 这个这是木门 需要木材和铁块 啊 没有啊 稍等 我再看看这个墙 咱们能不能做点这个石块墙 这个我看啊 需要三个石块 做五个石块墙 石块呢 需要铜 铜也没有 哎呀 现在缺这缺那的啊 咱们的对话啊 我看这谁啊 嘎龙 我怎么说啊 空吗 不好 咱们在做寝室的时候呢 背吧 那个家伙 他想到了 被妖怪带走到同伴的场所 看来咱们要去救同伴了啊 那个同伴和大姐一样 被妖怪带到了 西南方向的一个妖怪的堡垒里面去 啊 原来如此 那么你现在赶紧出发 也许呢 能帮助他 和Paypa一起 你们不去一下吗 啊 让我和Paypa去啊 他说什么 和Paypa一起去是什么意思 对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不去 他说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和Paypa一起去 到妖怪的堡垒 不就这个意思吗 他还反问我啊 他说你难道没有和同伴一起外出过吗 哇 他还是句句代理啊 他说有同伴的话 就能够和妖怪一起作战了 咱们在远处的时候 或者想去有墙集的地方呢 是很有帮助的 说的倒是没错 他说你听好了啊 妖怪的堡垒呢 他有非常坚硬的墙壁 然后呢 手笛呢 也是非常的强 请准备好武器防具 恢复药等等 哦 他看来是搞后勤的哈 他把这些想到周到啊 他说 那么Paypa呢 也是非常有干劲 你呢 出发前 一定和他打一下招呼 原来如此 那你就在这接着泡温泉吧 让标记出了位置 那咱和Paypa说话啊 他说 你从Gaylo那已经听到了吗 咱们一起协力 去外出打败妖怪 没问题 你呢 可能现在还没有适应这个地方 我呢 对这地方很熟悉 我呢 给你引导 请安心 Paypa真是个好人啊 咱们一起去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他说 嗯 咱们一起去 咱们呢 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哇 哎呀 这才有团队精神啊 这个Paypa 虽然长得也是像个小猪一样啊 哎 怎么恩神和这Galong说话了 哎呀 不和他说话了 这家伙就喜欢泡温泉啊 行我知道了 我们去救一些新的伙伴啊 好 那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会持续更新我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观众选法视频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